去年的世界赛第三,史在赫,韩国的史在赫,停举是203 湖北的田涛 田涛呢,在去年的成云会的比赛当中呢,停举达到了205公斤 这是今天全场最年轻的选手,1994年的4月8号出生的 刚刚过完18周岁生日啊,今天是11号,8号是他的生日 所以这位选手应该说具备停举很强的实力 翻战很轻松 是个半停 哦,半停 对,是个半停的选手 我们看这个选手就腿力还是有多大 对 根本没有蹲下去,半停 那这样的杠铃送的高度要非常高,可以行 对 买到204 哦,陆浩杰也就是今天打破抓举全国记录的选手 抓举175,超了世界记录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年轻的选手 他起来以后总成绩就打到了375公斤 啊 保守不懂 匈筒 胸有点寒热 好的 犹了 375 这是去年世纪赛李小军夺冠事后的总成绩 应该说375公斤的这个重量 加油 李小军加油 这把是什么情况 应该说今天对吕小军来讲 开把的第一次抓举没有成功 第一次停举也没有成功 先给把人弄一下 现场的观众再为吕小军 加油诸位 非常关键 很关键的一把 201 有点偏前的 哎呀漂亮 这个感觉上挺的时候确实有点靠前啊 有点急 还是有点急 我想呢 运动员第一把试举没有成功以后 实际对后面的试举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他在这个第二次停举啊 确实有点偏急一点 对 这个中国顺还有湖北的田涛 还有安徽的汤飞三个人的抓取成绩 全都是165公斤 我们看一下他们三个的体重 田涛是76.62 汤飞最轻 中国队是76.90 汤飞最轻 确实到极限了 200起来之后第二把现在是加到了211 这是一个超世界纪录和全国纪录的成绩 因为他只有加到211 他起来之后是376 他要超一路号节的375 超路号节的375 标准 所以这比赛到了现在啊 几个人互相咬在一起 结果很难说 为什么加这个重量 都是根据这个名次有关系的 当然结合自己的实力了 好 先来看一下中国顺的最后一把 202 哎呀 坐不起来了 这一来他最终停举是197公斤 抓紧165 362 去年在巴黎 他拿到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后 当天晚上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也是对他表示了庆祝 那天晚上让我们看到了苏达金的另外一面 一个真性情的苏达金 流泪了 痛哭不止 努力了这么多年啊 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确实真的是不容易 要被查紧 全力的拉高 哎呀 苏达金关键是看他的翻赞 对 他往往会出现这个翻赞呢 由于这个 提灵以后的位置放的不正确 他经常是前调 前两天对内测试赛 苏达金是378 那是平了全国纪录 是平全国纪录 平世界纪录的 于小军就要加到206 对 他不需要再到209了 但是呢 关键场上这种情况 因为他在千号载后 这个重量就是要比他大 所以他有这种这个战术安排 比较灵活一些 于于小军的千号是九号 而陆浩杰呢是二号 没了 这就没了 很困难了 消耗体能太大 王文勤教练已经喊了 算了算了 对 再弄的话会伤了 是因为他要考虑到 即使这次如果没有翻赞好 还要准备第三次 对 如果这次消耗的体能太大 第三次可能就会更困难 嗯 好我们来看苏达基第二次四局203 调背卡紧全力的拉高 关键 关键看他的拉铃是否到位 哎哎呀 一二杠又靠前了 还好调整回来了 哎呀 这个调铃啊 耗费他一定的体能 对 另外呢 在这个到杠铃之凶的时候 应该还有一点点停留时间 这样让他更平衡再去上松 上松的着急了 应该说今天苏达基呢 已经不是争夺总成绩的金银牌了 而是要 好陆浩杰 第三把203 现在是调到了206了 他应该说如果起来还要加的207 对如果起来还要加的207 不起来的话 现在暂时可以不动 因为他抓局是172 好跪下来 用去 学雷 我们看陆浩杰今天也是拼了 哎 不要松 哎呀 哎呀 连续两次翻战都没有完成 很遗憾 嗯 这样一来的话 这位选手最终的停举200公斤 没有重量 203公斤 总成绩375 那么吕小军应该说 开把重量会降到204公斤開把 第三把 第3吧 204公斤 Run 打把 续下 加油 挑突 开始 加息 应该说这也是uda比赛当中的 请 去年的世锦赛他是停举205公斤 余杰教练满脸的凌重 半战挺轻松 稳重太矣啊 可惜 这样一来的话他最终的停举成绩 是201 总成绩373 现在场上呢还有湖北选手田涛 两次停举 如果田涛呢架到211起来呢 他的总成绩将达到376公斤 对 苏大金204如果起来的话 总成绩是366 实际上他已经退出了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稍急稍急稍重 哎呀说不起来了 哎呀起来了 非常可惜啊 没有了停举的成绩 刚才咱俩还在说这个话题 他2010年两次非常重要的砸锅 都是砸在了停举上 今天又是这样 哈哈哈 211公斤 超全国记录超世界记录的重量 哎打破全国记录的重量 今天比赛最大的黑马难道会是田涛吗 比赛没有结束 哎没有结束我们拭目以待吧 哈哈哈 这就是举重比赛的魅力 嗯 浮到最后一把 分不出随时冠亚军 也会放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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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战不错 好 稳住 再上搜 哎呀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好 这样的话 最后一把恐怕也 也会放弃 不会举了 不会举了 就及时举呢 很难成功 很难成 尽管如此 现场的观众还是对 天涛抱有了热烈掌声 表示对这位选手的尊重 胳膊肘应该是伤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来自江苏的选手陆浩杰 以375公斤的总成绩 获得了总成绩的金牌 天津的吕小军是373公斤 获得了一枚银牌 应该说田涛呢 是获得了以365公斤 获得了总成绩的铜牌 对 从这表情上来看 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而且刚才我注意到 他这个胳膊肘往下弯的时候 是向内侧弯去的 没有向外侧弯去 如果向外侧弯去 那就危险了 还记得2010年 土耳其的那一幕吗 当时选手没有控制住 胳膊肘向外弯去的时候 直接导致了骨折 他这一下还好 是向内弯去的 适当的点评 再见 再见 再见